另外来关注今天的推播话题就是 行政院要打房 但是年轻人真的买得起房吗 行政院排版新青年安心成家房贷 在野的立委就指一说 这一连串的烟火式的政策利多 是选钱大撒币 年轻人真的买得起房吗 把推播时间交给静怡 好 这个所谓的新青安房贷 是选钱大撒币吗 毕竟距离明年一月要投票 那么剩大概半年的时间 这个新的政策是八月一号 那么要来上路的 虽然说会补贴利息 然后关于你这个房贷的期限 也可以拉长 那么这个相关的政策 财政学者是批评 认为就违反了财政纪律 认为这是为了选举 那么做出来的财政扩张 那么究竟它的政策里面 有哪四大项呢 就带你来看 包括了贷款的部分 我们从图表当中带你来看 贷款的额度是从800万 那么拉高到了1000万元 毕竟现在很多房子随便都要千万 宽限期也从三年拉到五年 再来还有贷款的期限 从30年来到40年 也就是说如果你30岁 开始缴房贷的话 可以缴到70岁 至于贷款的利率 则是来到市场上的破盘价 百分之1.775 其实目前的清安房贷呢 已经是百分之2.05了 由政府呢再补贴一码 所以是市场的破盘价 那么这个政策有好有坏 好的部分当然显而易见 就是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那么刺激市场上刚性的需求 而且这个政策为期会是三年的时间 所以有利于这三年呢 余污的消化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 它的额度啊 最高可以来到1000万元 所以可以活络呢 整个市场上低总价的刚需市场 不过还是有坏处的 学者就认为说 对于银行来说 他们现在房贷利率要给你很低 那么却要贷给你很多钱 对于银行会是一个风险上的增加 而实质对于大家有帮助吗 如果我们对比的是旧的清安贷款 和新的清安贷款来说 好了这差一码 如果你是千万房贷 每个月呢就是省下1300 每年呢也不过就省下1.5万元 如果你月薪5万 就是省下你月薪的三分之一 学者说真的要有赶的话 大概呢要减两码才会有赶 而且最最重要的 就是可能会形成一个现象 叫做年轻人 买的时候觉得很容易 买得起 但是最后付不起 因为如果你有宽限期5年的话 你买1000万的房子呢 宽限期5年 你每个月呢只要付多少 1.4万元 有些人就觉得 哇1.4万可以住千万的房子 好便宜啊 比我去租屋还便宜 但是你过了这5年呢 每个月变成要缴多少 3.1万元 所以会不会变成 最后呢就是付不起 断头的现象来增加呢 另外专家也示警了风险 包括说这个年限拉长 万一你经济很差 那是不是呢 最后都缴不起了 还有虽然你每个月 看起来缴得很少 但是总利息还是很多的 那清安房贷 大家另外一个疑问就是 有可能会引爆购乌潮吗 我们尽管不是用一码 我们用和市场上比较 这个新的清安房贷呢 总共就是便宜了1.5码 补贴过后1.775% 你算为期三年的时间 并不是永久 这三年之后就会到期 这三年大概就可以省下10万元 专家认为 应该不太会有人为了这10万 为了省10万 就去买千万的房子 所以尽管对于市场上 首购族来说 这是一个德政 但是他认为最最重要的 还是那个头期款 你一千五百万的房子 可能就要三百万的头期款 这还是很难跨越的门槛 以上是这一节特别话题 再把时间交给慧婷